说到变形记这三个字,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在最新一期变形记中,城市主人公叫做冯博超是一个未成年的大男孩 当时的他是一个非常叛逆而且脾气暴躁的男孩 但是在来到农村家庭之后,他确实体会到了父母的不容易 这个农村家庭真的是非常的贫穷 从节目中我们能看到,这个家里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还有电器 平时生活所赚的钱只能够维持生计 想要买一些其他的东西根本是很难实现的 农村家庭的爸爸除了要在农忙时做一些农活 还要在农闲时打丁工 而当农村父亲要带冯博超上街买东西时 人们又发现这个农村父亲竟然欠下了巨款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难道这位农村父亲做了很多错事,为什么会欠下巨款呢 原来这位农村父亲欠了别人800块钱的水泥钱 就是盖猪卷所制 除此之外,这位农村父亲买猪的钱都是欠的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家庭真的太贫穷了 要知道800块钱在很多人眼里只是一顿饭钱 甚至不够一顿饭的钱 但是这800块钱在这位农村父亲的眼里却是最奢侈的东西 说实话,这样的贫富差距实在是让人感到心寒 那小伙伴们有什么想法,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